无论你有多少 关于美德的知识教育 无论你知道多少 修行的指导和教授 如果你不去实践 永远都会在此案痛苦的挣扎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往往经常感到处处是压力 总是形色匆匆 那么你需要做行禅的练习 假如你是个佛教徒 无论哪宗哪派 无论你修行上是否得力 你都应该配合日常行禅的练习 大家好 我是新远 2013年我们分享了一部 《异形禅师的佛陀传》 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其中有不少佛陀的智慧法语 让人深受启发 然而要想运用佛法的智慧 自己真切地得以授意 就要按照有经验的 大的禅师的引导去实践 异形禅师是 现代著名的佛教禅宗僧侣 诗人 学者及和平主义者 相年95岁 他的教导 对于我们的繁忙的生活 以及人类本位主义的理解方式来说 是一记至关重要的解读药 这期节目我们分享一下 一行禅师教授的日常行禅的开始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通过行禅 带给你的喜乐与平和 行禅就是你在行走之际 来实行禅定的修行 当你实践行禅时 他将带给你喜乐与平和 以全然放松的状态 小步行走 在唇边带着微笑 缓步前行 打开心门来体会平和的感觉 你将可以真正感受到 自我所处的泰然状态 这样的脚步 应是世上最健康 最无忧的人的脚步 所有的烦恼忧虑 可在你不行之中脱落 学习以平和的心来到达自我解脱的方式走路 这并不难 你就可以做到 只要有些许程度的专注 极向于愉悦的一念 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只是单纯的不行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往往经常感到处处是压力 总是行色匆匆 然而却极少问自己 为何我们一定得如此呢 当你行禅之际 你是以漫游的心态来走路 而没有时间与空间上特定的目的和方向 行禅的目的就是行禅本身 重要的是不行 而非到达什么目的地 行禅也不是为某种特定目的 其本身即是目的 每一步都是生命 每一步都是平和与喜乐 这就是为何我们无需急忙匆促的原因 这就是为何我们要放慢脚步的原因 虽然我们似乎是往前不行 但由于并非受到任何目标所牵引 因此我们实际上什么地方也没进 如此一来 我们便能在不行之中灰心微笑了 没有忧虑的步伐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的步伐和担着很多的焦虑不安与幽静 生命宛若一串 连续不断不安感受之所略 并因此而使得我们的步伐失掉了其原本的泰然 这世界真是美好 在各地有那么多的大到小径 拥有自然天成的优雅景致 你可知有多少羽旁长着翠竹或蜿蜒穿梭于稻田间的泥路吗 你可知有多少布满五彩华美的植物 并提供清凉与绿烟的临到吗 这一切都是为我们而背的 但因为我们的心无法无忧无虑 我们的步伐无法轻松自在 因此我们便无法来享用这一切 行禅便是学习回归于安然悠闲的走路 记得当你一岁大时 是以蹒跚摇摆的步伐走路吧 现在学习行禅正是要你再次地学习走路 然而经过几个星期的时间 你将能平和舒适地踏出一步步坚实稳重的步伐 以下 我试图写一些文章来协助大家学习行禅 愿你成功 抖落陈老返幽 假如我具有佛之毁灯 能够撤见所有事物 则我便能够从你所走过的脚步中 辨认出陈老返幽的痕迹 就像科学家透过显微镜 就能检测出一粒水滴中所溶含的众多微生物一样 让你的足迹只存着清喜悦与完全自在的印记来走路 要做到如此 你应学习舍放 舍放你的忧愁 舍放你的不安 这就是行禅的奥秘 不行在净土上 假如我有超自然的力量 我将能带你去造访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 或基督徒的上帝之天堂 我确信那儿的所有事物都是既美妙且清静的 并有着华美的景观 然而果真你到了那儿 那你的脚印会是如何呢 你能确信在净土上 你的足迹就不会显出 带子这缩破世界的优惧与不安之印记吗 假如你挟着不安与优惧的步伐行走在净土上 你将染污了净土 而破坏了其原有之清静 为了善待净土 你必须在这缩破世界 便能以平和无忧的脚步行走 这世间就是净土 我确信告诉你一个秘密 将不知冒犯佛陀或上帝 这个秘密就是 如果你能以平和且无忧无虑的脚步行走于这世间 那么对你而言 你将无需到所谓的净土或天堂上去 这其中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缩破与净土都是来自于心 当你处于平和 喜悦与自在之中 缩破则转为净土 而实际上你哪儿也不用去 能这样 纵使我有神力通 我也无需去用它 这世间已包含着净土所有的华妙庄严 要获得内心的平和 喜悦与自在 你必须学习如何舍放掉那些 造成你不快乐的优悲苦恼 首先 你应知道 所有你期盼在佛土上 所能找到的华妙庄严 这世间都已含舍了 只因被我们的优悲苦恼所掩蔽 以至于我们总是无法看见它们 我总认为 我喜欢这个世间游 胜于净土 因为我喜欢这世间所呈现的 如柠檬树 橘子树 香蕉树 松树 杏树 极柳树 有人会说 在净土有着可贵的莲花池 七宝树及黄金锁铺的路 还有很多很多天界的鸟 但我并不很喜欢这些 我宁可不走在铺着金银的道路 即使像这世间欠着大理石的道路 我都不喜欢走 县两旁有着清脆草皮的泥路 才是我所爱好的 我喜爱碎石与落叶覆盖着大地 我也喜受矮树 溪流 竹梨 挤船法 但我还是个小沙迷世 我告诉我的师父说 净土上如果没有柠檬树 那我也不要去 师父笑着摇摇头 或许他认为我是个顽直的少年吧 然而他并没有说我是对的还是错的 后来当我习之 这世间和净土都是由心所造的事 我是多么的高兴啊 因为我知道 净土上在四周布满泥路及绿草的地方 同样也有柠檬树及杨桃树生长着 我知道只要我清醒地保持正念 自在地不行 我便能找到我的净土 这就是为何我无一日步行禅的原因呢 国王的印系 选一条良好的路来练习行禅 像沿着河畔 在公园中 在屋子顶楼的平台上 在树林中或沿着一道竹里 这些地方都很理想 但却并非绝对必须 我知道有许多人在劳改营中 甚至在监狱的牢笼中行禅 如果路不会太粗劣或太陡 那是最好不过的 调慢步伐并专注在你的脚步 并清楚觉知其中每一个动作 以尊贵 平静与安适的心情向前执行 当你踩在地上的每一个印记 都要了了分明 要像佛陀那般的行走 就如同国王所颁布至尊的政令 所盖上的印系般的来制放 你踩在地面上的每一个脚步 至尊的政令 会带给人们幸福或不幸 它能展现加注于人们的恩宠 也能摧残人们的生命 而你的脚步也是能做到如此 如果你的脚步是平和的 那么你的世界 尖也将拥有平和 而且只要能踏出一步平和的脚步 你就可以踏出两步 甚至108步平和的脚步 你的脚步最为重要 在你的生命中 什么活动最为重要呢 是通过考试 拥有汽车或房子 还是在工作上获得升迁呢 有那么多通过考试的人 有那么多购得汽车洋房的人 有那么多获得升迁的人 但却仍无法让他们自己具有平和的心 喜悦及幸福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就是去发掘平和的心 喜悦及幸福等这项宝藏 然后与他人或所有众生 共同分享这份宝藏 为了拥有平和及喜悦 你必须在你的每一步之中 能真正成功地拥有平和 你的脚步就是最为重要 因为他们决定了一切 让我燃着心香 合掌祈求你们的成就 步步为风起 有一处禅修重心 在其通往行禅不到的入口 立着一块大石头 上面刻着 步步为风起 等字 这是多么壮阔 美妙啊 这清新的微风 正是吹去你生死轮回中的繁扰脑热 并为你带来代表生命的喜悦 与自由的和平与解脱之体验 亲爱的朋友 难道你不想以这样的方式 行走在我们的世界中呢 要解脱虚觉知 我们的生命 吸附着幽悲苦恼 而我们也想要摆脱它们 然而该如何做呢 踏出坚稳 平静的步伐 踏出勇敢的步伐 要明觉且一间至强 清楚觉知幽悲苦 幽至重担 并对于你要舍放这些重担之决心 应一间至强 问问自己 为何自愿在肩上 置放这些重量 要明白你确实挟着幽悲苦恼的重担 而且要对自己慈悲 当你看到自己正朝向幽悲苦恼的一端前去时 便要感觉到这份慈悲 要了解幽悲苦恼 是无法帮你解决任何问题 而反将障碍你的平和与喜乐 有了这样的觉知 便要决心让幽悲苦恼失去 只要你想要 你便能做到 就如脱去雨衣 并甩去贴腹其上的雨滴一般 笑若佛陀 当你挥别幽悲苦恼 脸上将会带来微笑 这或许只是微笑的开端 但让它保持在你的唇上 像佛陀那般的含笑吧 学着如佛陀那般的不行 如佛陀那般的微笑 这你就能做到的 何必等到成佛呢 要在当下便是佛 我已在正念的奥妙 一书中谈到含笑及其效用 这样的含笑 是觉知及平和伐喜之果实 并且与滋养 维护这些觉知及平和伐喜 这真是奇妙无比 不可思议啊 它不仅带给你平和及喜悦 也带给你周遭的人平和及喜悦 它将娑婆转化成净土 在你行柴时 别忘了保持你的微笑 它将使你的脚步保持在清安之中 并给予你更多的觉知与平和喜悦 要了了分明于你的呼吸 它将滋养你的每一个脚步 对呼吸的明觉 是维持你的正念及平静的妙方 珍珠项链的串线 你的微笑和平和的步伐 是苛刻光亮耀眼的珍珠 它们虽然美丽 但却相互分离 呼吸便是将这些珍珠串成项链 而不再分离的串线 如能察觉你的呼吸 那么你行柴的果实将是丰盛的 在走路时熟悉 有觉知的呼吸不同于无觉知的呼吸 当你觉知的呼吸时 你知道你正在呼吸 当呼吸长时 你知道呼吸长 当呼吸短时 你知道呼吸短 当呼吸平常时 你知道呼吸平常 你也许会问 我怎么有办法同时注意到 呼吸和走路呢 可以的 只要你将呼吸调成 与步伐一致便可以 你可以透过数你的步伐 而不是呼吸的方式来做的 也就是说 在一次呼吸之间 以计算你共走几步 来估算你呼吸的长度 数数看每一次出息 你走了几步 每一次出息 你又走了几步 这是我15年前 刚开始行缠所使用的方法 现在拿出来与你们分享 当正常呼吸时 以比你平常走路更慢的速度来走 但也不能太过于慢 不要想要掌握你的呼吸 以这样的方式走几个分钟 然后注意 当你的肺部充满气时 共走了多少步 当你的肺部的气全消时 又走了多少步 如此 你的注意力将同时包括呼吸与步伐 你也同时觉知两者 其间之连结正是 数 而你的微笑 则会为你的步伐与呼吸 带来平静与喜悦 它将协助你保持你的注意力 且它本身也是注意的一个对象 经过几个钟头认真的练习后 你将发现 呼吸 数 步伐及微笑 这四者将融合在巨大且均衡的正念中 这正是实行行缠 将四者合而为一所制造出来的定径 速度 让我来告诉你一些有关 数 的窍门 如果调整一下你的步行速度 你数的功夫会变得较为容易 你的呼吸或许无法长过三个步伐 或许仅能维持两步伐而已 碰到这种情形 你可以稍稍加快步行速度 让一次呼吸能包含三步 也可以放慢速度 让一次呼吸内只走两步 如此之后 便以这种新的速度来呼吸技术 出息或许会比入息还长 尤其是新的练习者 但经过几次的观察 你将能决定配合脚步之平肠之呼吸运动 它可以是入息三步出息也三步 三杠三 或是入息两步而出息三步 二杠三 第一种情形是出入息均等 第二种情形是入息较出息短些 如果你是出息三步而入息两步的话 那就要记住二杠三是你呼吸运动的类型 以这种方式来呼吸 对你的肺是舒服的 而且可以走上一段长时间 而不觉得疲累 当上坡或下坡时 你的呼吸可能会变得不规律 此时则要配合当时你肺部的需要 来调整呼吸的运动 获得更多新鲜空气 在经过几天之后 试试做这样的改变 不行时 在每一次出息中多走一步 例如 你原来正常呼吸之运动是二杠二 那么换成二杠三走走看 并且重复四 五次 然后再回到原来二杠二类型 当你出入肺部的空气 脚平常来得多的话 会使你感觉更健康 在平常的呼吸中 你从不完全地将肺部中的空气排住 总会有一些机顿的空气 遗留在肺的底部 而当你在出息时 能多走上一步 那么这些空气则会被排挤出去 但也不要超量地来做这种动作 四至五次就够了 再多了便会使你感到疲惫 因此四五次之后 便要回复为正常的呼吸运动 再过大约五分钟后 再重来一次 请记住 是在出息时多走一走 而不是在入息时 这样实行这几天之后 你会想要在入息时也增加一步 你的脚似乎像你说着 如果我们能采取三杠三的呼吸运动 来取代二杠三的运动 我们将会非常高兴 试着这样做做看 但必须要在那种意愿很明显实作 那么这种改变将使你感觉很好 然而 要记得只能做四五次 就得回复二杠二的运动 几分钟后 先从二杠三的运动开始 然后再做三杠三之运动 数月之中 你的肺部将会更为健康 且你的血液循环将更为顺畅 昔日的那种呼吸习惯将会改观 例如从二杠二的运动变成三杠三的运动 并成为你行柴实心的正常呼吸运动了 行柱做我了了分明 我先前已建议大家要走得像佛陀 每一脚步都是佛陀所踩下的一半 如果每一步都能在地面上留下平和 喜乐 无邪的印记 那么这时间便是净土了 在1968年时 我有机缘朝拜释迦牟尼佛曾住过的灵鹫山 我独自走在他曾走过的泥路上 我助力在他曾居住过的地方 我看到那个他曾多次坐在旗上说法的石头 我坐在那 观看泛起红霞的夕阳消失在地平线下 我知道他也看过这相同的太阳膝下很多很多次 我觉得如果我无法站立 行走 坐下即观看佛陀的所作所为 我也无法喝丹起如来的家业 而这对大家而言也是相同 如果你无法向佛陀那般的站立 行走 坐下即观看 你也无法完成他的职业 无法 滋养 称美这神圣的种子 引领后世理经佛陀 要实现唤醒别人的自觉 不是透过对经论的说教或采扬 而是透过你的行走 站立 坐下 观看的方式 步步连花开 当艺术家或雕刻家 完成一幅或一尊佛陀 端坐在莲花上的佛像时 他不仅只表达了他对佛陀的敬仰 而是尽其所能地来表达 佛陀端坐时其内心的状态 一种完全平和 无上幸福的状态 我们一天都缠坐好几次 但我们之中却很少有能够坐得平和与自在的 很少人能够像佛陀那般庄严地端坐着 我们大多数在坐过一段时间后便不耐烦 就宛如坐在热栅上一般 不管佛陀是坐在草地上或岩石上 他看起来都像是安坐在莲花上一般的宁静 当我出入修行之门时 我的师父教我在禅坐前仙思维这样的念头 正身端坐 当愿众生 坐菩提坐 心无所着 只有我送完上述的寄语后 才缓缓坐下 这便是学习像佛陀一般端坐的方法 我有个忠告给净土宗的信徒 那就是 当下此刻就要端坐在莲花宝座上 而不需要等到往生净土时 要在每分每刻于莲花中重生 而不需要等到濒临死亡时 如果你能体会到 在此刻便能重生于莲花中 而此刻便能端坐在莲花上 那么净土的存在对你来说将不再质疑 不行也是相同的 佛陀的诞生 经常被描给着他踩在地面最初的起步 每一步在其足下都升起一朵莲花 我们也应该让我们平和的步伐 隐生朵朵的莲花开放 下回 当你行柴时 请试着看清 当你踩在地面上的每一个脚步 所隐生的莲花 一如刚诞生的佛陀那般 别以为这种观想是无意的 如果你的脚步是宁静的 那么这些蘸花的绽放便是具有价值的 你便是佛陀 并且其他的每个人也都是佛陀 这不是我捏造出来的 而是佛陀亲口所说的 他说众生皆有觉悟的可能性 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练习行禅便是练习生活在正念中 正念定与觉悟会是一体的 觉悟会隐生正念定 而且正念定也隐生觉悟会 不可思议的是行走于地面 已自在平和的心来 行走于地面上是不可思议的 有些人说只有走在烧红的火炭上 或走在钉上 水面上才是不可思议 但我发现单纯的走在地面上 才是不可思议的 当Nate Martian吧 The Miracle of Mindfulness 这本书翻译成法文 一正念的奥秘 为其书名 我非常喜欢 想象你和我是两位太空人 已在月球上登陆 并由于太空船的引擎 坏到无法修复的地步 而发现我们无法回到地球上 且在地球的控制中心 派遣另一艘太空船 来搭救我们前 我们的氧气便将用尽 并且剩下两天可以存活 那除了想返回到可爱 苍绿的地球并尖行外 你我能想到什么才能使 心安住于平和与无忧之中呢 只有面对死亡 我们才会真正了解 它在这苍绿的地球上的脚步 是多么的宝贵呀 现在 让我们想象自己是那些 有幸得救的太空人 让我们庆祝能再度行走于 这可爱地球上之幸福与喜悦吧 在我们的每一脚步中 来展现这份不可思议吧 我们的每一步都是一朵莲花的绽放 持续这样的练习 并觉知你的脚步 正在创造种种奥妙 摆在你眼前的世界 是奇妙无比的 有了正确的支箭及思维 你将可以踏出在这地球上最无上幸福的脚步 每一步都要清楚 觉知它是踩在地面上 而且是在广大的地球表面 并要清楚地看到 这是何等不可思议地存在我们周遭 在行走时 注意脚下你所将要踩下的地面位置 并在踩下时 专注地体会你的脚 地面集其间结合的关系 请把你的脚步想象成国王的玉玺一般 在这禅修大厅中 当你行禅时 要记得以国王的印象 或大地涌现 当作行禅所观想的主题 选择一个专注的对象 正念与平和是行禅的目的 因其需要觉知 所以我们使用了分明的呼吸 行走 数数及含笑 这四种要素带给我们精神上的力量 它们就居住在我们身内 并显示着那觉察与全知的心知存在 透过行禅 我们发现了念和专念代表正念 Mindfulness 专注 Concentration 两者合在一起 则指心处于稳定且集中的状态 此时心无冲突 分散 而且觉知是随时处于正道之上 要拥有寂静与平和 你无需同时聚足呼吸 数数 行走 及含笑等四种要素 有很多时候是只要不行便足够了 但如果正念在不行时难以维持 那么便要使用其他的一 两种要素了 每个人都能统和协调不行 呼吸及数数 但如果对其中一项过于注意 如不法 那么对呼吸及数数的觉知 便会比较薄弱 就像开了暖气机后的灯泡一般 不过这样就可以 只要你继续维持对你的脚部的觉知 你可能会问 假如我将所有心力 全放在观察脚部或行走时 在脚部下所绽放的莲花等这些事物上 那我怎能去体会到其他正在发生的奥妙呢 如沿路的竹林 风的移动 或带着香味的稻田等 的确 当你专注的范围愈大时 你专注的焦点便会变得愈弱 要是你选择莲花 那就只对它们专注 如果你选择大地 那就专注在它的显现 只要你的脚部一踏在底面上 大地将像魔术般的字这些脚部下出现 你将可同时察觉到你的脚部与大地两者 如果你愿意去享受到香 竹音 青草或云朵 那就停下你的脚部 然后保持你对呼吸的了了分明 让自己同时享受这一切 在唇上站露微笑 且自然地保持它 一会儿后 再继续你的不行 回复对你的脚部之专注 以文字取代数字 在保持对呼吸的觉知上 你可以用字句来替代数字 例如 若你呼吸的运动是三至三十 而且你是观想脚部下 所升起的连化 那你可以对自己默念 连化开 连化开 若你呼吸的运动是二至三十 则你可以默念 连化 连化开 如果是观想大地的人 三杠三的呼吸运动可以默念 这绿地 这绿地 五杠五的呼吸运动则可以默念 走在这绿地 走在这绿地 或是五杠六运动的可默念 走在这绿地 我走在这绿地 等 找一些配合你的脚部的字 就像找一些数字一样 对净土宗的信徒 佛的名号可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对四杠四运动的人 或用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对六杠六运动的人 这个方法 对那些单阴节语系的人们 是简易的 然而 我也曾看到过 西方人将其成功地应用在他们的多阴节文字上 他们使用一些句子 如对六杠六运动的人说 Walking on the green earth I walking on the green earth 这些字句 可将呼吸与脚部连接起来 并同时导致大地的生陷 人类的未来 决定在你的脚部 当你行禅时 请以自然的方式来行走 你无需合掌 也无需半个严肃的脸 在公园中 或沿着河岸 选一条空幽的道路 如果是在禅修中心的话 那你随时都可行禅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是正在行禅 所以 也就不会去 和你打招呼 而干扰到你 如果是在路上 你遇到某人 你只消在胸前 合掌即可 然后继续前行 当我住在法国的 Sychos时 我习惯清晨与傍晚来行禅 邻居的狗肠会跑出来 并且向我刨废 当我停留在纽约 Tremper山的禅学中心时 我带领美国的 学禅学生行禅 有一天早上 有只狗 也是对着我们刨废 因为美国的狗 和法国的狗 都不习惯于 人们沉静且 缓步的走路方式 如果你提起脚不快走 他们会认为 这是正常的 而不加主意 我告诉这些学生 明年 如果我再回来 和你们一起行禅 这条狗 在我们经过它时 将不再对我们刨废 因为它将对这一年中 你们每天的行禅 感到习以为常 并对你们专注的 行走的方式熟悉 每一位学生 都同意我的说法 我想我们走路 站立 坐下 即观看事物的方式 绝对会影响动 植物的 就是因为我们 杀害他们 或破坏 他们的生存环境 他们才会绝技的 生态的破坏 现在则反过来 伤害着我们 像被污染的 也用水及空气 已经开始在人类的健康上 取回补偿的代价了 现今 我们制造超出 为数五万个的盒子武器 已足以摧毁许多个 如我们所能 生存居住的地球 然而我们却还继续 制造更多的盒子武器 且好似这一切 已无法停止下来 我们就像梦游者一样 不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 也不知道将走向何处 人类能否从梦夜中醒过来 则端看我们是否能以 觉知及专注的步伐来行走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人类的未来 以及这地球上 所有众生的未来 决定在你的脚步上的缘故 让我跟随你的脚步走 越战造成越南人民身体 与心灵上莫大的伤害 有很多佛教徒 丧失了一只手 而再也无法合掌 来向佛陀问讯 或彼此相互问讯 有很多人丧失了一条腿 而再也无法以莲花座 或扮莲花座的方式来坐禅 且再也无法实行行禅 去年 就有这样 两个人在节下安居的期间 来到福王贝斯禅修 我们必须替他们 找出不同的方式来供他们禅修 当别人都坐在禅修大殿中 木制地板上的坐垫上时 他们却坐在知道 大殿角落的椅子上 我向他们展示如何在坐垫上来实践行禅 先挑一个实际正在行禅的人 并且跟随着他了了分明的每一个步伐 最后与其结合成一体 以这个方式 他们也能在木制的地板上 踩出平和宁静的步伐 虽然他们无法走路 他们也能从他人的步伐中 踩出朵朵莲花 这两个学生以这种方法 一开始便做得很成功 在第一堂课中 我看见他们的眼眶中泛着泪光 你有双手与双腿 你能如莲花含苞般的合掌 你能很简单 且舒适的行禅及坐禅 所以要认知你所拥有这么好的福报 要成为一个正念觉知的行者 为你自己即为那些坐在椅子上 而跟随你脚步的朋友 好好行路 你可知 你正为很多你的同伴们行走着 为了寻找和平而走 虽然自己一个人行禅 较易于专注及觉察 但你也能和另一个人 保持沉静的一起行禅 每天清晨我都起得很早来行禅 而且在这一天中 只要已有五分钟至半个小时的空间 我会再用来行禅 行禅能带给我和平 觉知极极多的喜悦 让我们将地球上的每一条道路 转化成可以行禅的道路 如果你不实践行禅 那你将无法受益 我也无法受益 而且所有友情众生 也都将无法受益 当你放慢脚步来行走时 起先你可能会感到不太平衡 像个婴儿初出学步一般 但要跟随你的呼吸 正念觉知地踩下你的脚步 那么你将很快找到平衡感 注意观察牛或老虎 缓步行走的状态 牛踩着非常干净利落 且尊严的步子 而老虎是温和且优雅地移动着 如果能有规律地来练习行禅 你将发现你的步伐 也会变得干净利落 稳重且优雅 这样行走将是所有众生都平和 在大清早或深夜时 户外的空气显得格外清爽与洁净 没有比清静的空气 更能滋养生命的能源了 当你行禅时 你将可吸入这份能源 并且使你的身心感到更为强壮 如果能经常性地行禅 则你的生命将逐渐地转化 你的动作会变得更为轻巧敏捷 而不拖泥带水 并对你当下在进行的事情 更为清楚觉知 在人际关系及下决策方面 由于有更好的洞察力 及更大的悲心 你将发现自己更为沉着坚定 所有众生不论远近大小 也不论从日月星辰到枝叶重涌 都将因你觉知的脚步而变得平和 真爱来自你的政治正见 在结束之前 我要吐露一些我心里由衷的想法 我说过在这娑婆世界 聚足了净土上所有的奇傲颜妙 现在我则必须告诉你 这个娑婆世界其实是比净土还好的 也为这儿有苦的存在 如果我愁出于进入净土 其不仅因那儿没有杨桃树及柠檬树 更因比出没有任何的苦 佛陀第一个觉察彻见的就是苦的存在 如果你无法认知四圣地中第一地的苦地 那么你是无法真正成为一位佛教徒的 对苦的觉知会产生慈悲 而慈悲正是修道的愿力 如果你不能看清这事实 不能了解这事实 那么你的爱还不是真爱 岂可能只是意识的激情 兴奋或欲望罢了 在我去协助那些海上难民之后 我再度回到欧洲 那使我感到西方式的生命并不是生命 我对其感到陌生 看完那么多受苦受难 而能在海上存活的难民之后 我飞抵在巴黎的机场 并开车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我经过装饰着五彩霓虹的城市 与超级市场 这场景就好像走在梦幻之中 这世间的境遇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这儿的人们正在霓虹灯下 饮酒循环 而那些在海上的人们 却被杀 掠 银 破着 在真正觉知苦之后 我再次摒弃 肤浅的生存方式 在佛土上 虽然阿弥陀佛和所有诸菩萨 恒常地向我们提醒着 四圣地与八正道 然而佛法的字句又怎能取代这直接来自对苦的体受呢 在越战期间 西方人能在电视荧幕上看到战争的景象 但我疑惑他们又能从其中真正了解多少呢 我同样也看到这些画面 我并不认为这些画面能真正传递期间真正的鼓动 不要忽视了你法藏的另一半 我想我们所在的这个娑婆世界是修行最好的训练场 大乘佛教的师父常常用良善与美妙来描述佛法的宝藏 当他们说 翠竹黄花无非妙的 白云明月极是真理 是 在我们本剧的特质中 其实有一半是被隐蔽的 我们本剧特质的真面目 同时也包含它 针 吃的泥沼与污水的 真理同时也是人们加诸于彼此的苦痛与伤害 在净土中 天鸟的歌声会演化成法音 而在这世间也是相同的 鸟的歌声一样能宣露出我们本剧的特质 有位老法师曾说过 无史以来 有情众生是不生不灭的 他还作以诗寄来证 春来之时 千花净发 黄金鸟在绿柳间吟诵 对我们而言 鸟的歌声代表着喜悦 美好及清静 并唤起我们生命中的活力与爱 但当我们再升官一些 我们将会了解鸟的歌声中 同时也承载着苦痛的轨迹 有一天 当我在林中静坐时 因听到一只鸟的叫声 突然间惊吓了一跳 我清楚地看到 隐藏在树叶下或树洞中的昆虫 也正和我一般地受到惊吓 鸟叫声会震慑这些昆虫 正如你们听到老虎的咆哮 而感到害怕一样 也会隐身恐怖与苦痛啊 选择菩萨当你同行的伴侣 简行行禅将开启你对于这宇宙间的奥妙之视野 可以转缩破为净土 摆脱忧伤烦利 而带来新的平和 当然行禅也会帮助我们看到 觉知到苦痛与烦闷的存在 当我们能了了分明时 我们便能看清 生命中所发生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经常告诉禅修的学生说 如果不能看清 在你眼前急周遭所发生的事物 你又如何能了解你的自性呢 要看见你的自性 并非以闭起的眼睛来达到的 相反的 你必须张大你的双眼 清明觉醒于这世上的真实状况 这样才能完全洞见 你的圆满本具的法藏及法身 并将了解如星号饥饿 及对财富名利的追求等 都你与你的自性不相离的 穿越带有稻香的稻田小径 沿途有竹阴家道的泥路 北暗灰干燥的落叶覆盖公园 这些都是可供你行禅的路径 请好好享受其中 它们不会使你忘事正念 反倒会带给你看清世间 实相所必须的正念觉知 不论是小径或是大道 这世上的每一条路 都是行禅的路径 即使是在贝鲁特 贝鲁特的偏僻的小巷 或在越南的公路 尚存有等待挖掘的地雷 且可能取走孩童 与农夫性命的道路 只要你是清楚觉醒的 你将不会愁愁于走入这些道路 你将还会有苦 但你的苦痛并非来自于你自己的忧悲恐惧 而是源于你对有情众生的慈悲 也为你已是具有觉悟的友情 以及菩萨的悲心了 如此一来 这一路上你所惧发的慈悲心 将形成无处无量 勇猛无畏的菩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